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位是陈毅群分析师 欢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湿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张雨明老师 好的 台股今天新春 虎年开红盘涨了225点 上个月月线是跌了544点 也就是说一月份是一个大跌的格局 今天新春开盘就一个红棒 当然看起来应该是不错 大家的解盘方向一定是这样讲 没有说大涨跟你说不好 但是张雨明今天可能要给你一些 不同的想法跟观点 我们看一下 上个月月线四个礼拜 总共跌掉544 那想看这544严重 当然非常严重 能够跌那么深 在新春之前 我想把很多人都吓到了 张雨明有跟他讲过了 2022年操作的难度 一定会升得非常非常的高 跟大家讲的可能不一样 那我们看前一年 天哪 这段总共涨了 3498点 将近3500点 所以这段行情 我想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兴奋 因为大涨 可是一月份怎么突然就大跌 那今天开盘之后 有没有改观这个行情 我想这大家最关心的 未来一整年 你到底应该怎么选股 怎么操作 往什么方向来买 这是你想知道的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今天的格局 今天涨最多的航运股 其他有涨 但涨不多 好 那我们看一下航运股 到底什么格局 航运股今天很多股票 像长龙 这个阳明 万海 三档 这个航运股 全部都攻上涨停板 那当然今天排面上 很多人解排一定往这个方向走 航运股非常的强势 但是航运股是真的强吗 有很强吗 今天是很强没有错 但是你往前看 它真的是真的不强 来我们看一下 长龙 目前在这里 你告诉我这个有很强吗 这段跌六成 最高点下 这到底是跌六成 所以这段反弹 所以你看这半年看完之后 你发现说 就这一小段而已 这一个月而已 除了这一个月 你根本就不应该去做长龙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完之后 这股票很强 根本没有很强 今天的格局是两多一空 第一线反多第二线 第三线还没有反多 动能还是有点不足 所以我们这格局对不对 到今天来讲还是不对 所以我想半年内航运股 我跟大家讲非常清楚 什么时候对 什么时候不对 今天也不能说对 因为第三线还没有反多 好 阳明的格局也很差不多 所以想想看你半年来 你去买阳明 好了 这一小段不讲 剩下这五个月 你大概都是赔钱 而且赔得很痛苦 对不对 万海是一样 股价破底 到昨天还在破底 看到吗 它股价跌破了七个月底点 那你想想看 你去买万海 怎么可能是对的 你看了什么去买 那就不要再看了 让你赔钱 那表示这个方法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那你今年就不要 再用这个方法去看 没有错 那前三天赚了28.34 很强 很了不起 EPS非常高 获利非常强 可是股价很惨 这一段跌下来 跌将近六成 所以你买进去了 你看赔多少钱 到昨天还在 三个家里还在触底 那我们进来一个涨停板 两多一空 这个多头还是非常的脆弱 你看线就知道 非常的短 所以我们看完知道 走这边 整个货柜山雄 有没有很强 没有 你这七个月 你去买货柜山雄的人 是赔了一屁股 不是吗 这七个月什么时候 再跟你讲 货柜山雄非常好 我去进场了 没有 绝对没有 好不好 我们看整体航运股 还是非常弱势 对不对 这七个月以内 除了这一小段 这都不对的 这个都不对的 当然是被货柜山雄影响的 好 所以你看完之后 知道说这个是不对的 那目前的格局 第一线翻多 第二线再零左 小小翻多一点 第三线还没有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知道 寒韵股本身也没有很强 这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结盘 你在涨停板 你跟你说好 但你反过来 你现在想 这七个月 看到多少次的寒韵股 涨停板 你买进去哪一次 不是套 不是吗 所以不是看到涨停板 就可以买 如果看到涨停板 就可以买 也不用分析师解盘了 每个都会做股票 你看到展凌板买就好了 挂在那边等 不是这样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格局 我看还是不对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好不好 当然二四大类股里面 有很多类股 已经跌得不成人形 只是 你看到每个人在讲多 他不会跟你讲那些股票而已 真的有很多类股 跌得不成人形吗 请问这是不是跌得不成人形 是啊 股价在七个月低点 你看这高点到现在 已经几个月了 四个月了 那你买进去能不套吗 对不对 好 玻璃百货都一样 是不是 高点五个月前 目前股价还在半年的低点 所以你买进去能不套吗 所以不是每一个类股 都是对的 很多类股是不对的 那我们回来看大盘的格局 来大盘 大盘目前的格局 今天涨240点 来 第一线翻多 可是也没有很强 上档出现几个卖出讯号 对不对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跌破 所以目前是一多两空 多头没有很强 多头陷入整理 这就是目前大盘的格局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强 上个月还跌500多点 好 那我们说这个格局要看什么 大盘看完要看什么 日线要看 周线也要看 这实在赞美的股市率低600折 所以你两个都要看 你不能光看日线 那我们大盘的周线 从这张图来看 你会发现大盘有多危险 你没办法想象它有多危险 真的有多危险吗 我们再看一次 这段涨了3400多点 来到这里高档整理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股价 没什么问题 你看股价这样 如果你从K线来看 这没有问题 这哪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从股神系统来看 哎呦 要受 第一线快要挂掉 第二线 第三线都在领走了 所以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排面很强吗 这哪有很强 这很弱 不但很弱 而且可能要转空 甚至一个长空的开始 所以这格局是非常危险的 你要看得懂 懂意思吗 这格局不是很健康的 就像一个人蓄胖一样 这格局不健康 你要小心 这格局是有问题的 好不好 那么电子股的格局 目前日线来讲 也是一多两空 高档出现卖出去 第一线在临轴附近 不强 二三线跌破了 这是目前电子股的日线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电子股很强吗 当然没有 这个哪有很强 对不对 上桂股票也是一样 已经卖出去 它出现十几天了 第一线已经在临轴即将跌破 所以你看完之后 哪一个是抢的 没有一个是抢的 很抱歉 你要非常小心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说大盘这段 涨了将近三千五百点 四个礼拜 线路整理 跌到五百四十四点 这是封关时候的 日线的 周线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今天涨了 二百二十五点 今天有没有把这个 大盘的弱势改变 没有 不但没有 而且反而更危险 所以你不要看到涨很高兴 新手看价 价就是涨涨跌跌 这个叫价 涨十点 涨五点 涨二十块 跌五块 这叫价格 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高手看筹码 赢家看趋势 所以如果趋势不对 你就要小心 不要看到价格 很高兴 好不好 那我们再从模拟分析的功能来看看 大盘的格局跟 电子类股周线的格局 到底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 大盘的周线很危险的 因为在临走 好 大盘周线 在模拟分析之前 就这一段 我们先不要看后面 这里就是到今天为止 的一个模拟的这个周线 三线都在临走了 那我们把它模拟一下 模拟的目的是要看第一线 会不会掉下去 来 看到吗 假设价格不变 价格都在这里 跟现在今天也价格不变 当假设价格不变 曲线会往下掉 这掉下去 而且很快 很快 这掉下去是不得了 你看一周两周三周四周 所以在未来 很快 或许几个礼拜 它就开始怎么样 转了空头格局 这对它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多头上攻非常压力 非常沉重 好我们看电子周线也是一样 目前在这里 看过来 模拟以后 第一线其实早就跌破了 周线的电子股已经跌破了 那我们看后面 这个空的力量越来越强 假设价格不变的时候 空的力量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其实心里有一个底 这个盘面 并没有你想那么健康 这样懂意思吗 你看的可能是价格 我好千掌 这几百点 你很高兴 可是你看不到内涵 当你看不到内涵 你就没办法动心 它到底格局对还不对 万一买到高点 目前在台股的历史高点附近 所以你不要不小心 不小心跌下去是粉身碎骨 那有曾经这样跌过吗 有啊 这张图是109年3A19 跌到这里 所以109年 那不就两年前吗 两年前的封关在这里 封关一开盘 蹦就下来了 看到了吗 盘完之后掉下来 这一段跌快4000点 看到了吗 4000点 如果大盘跌4000点 你会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大盘跌4000点 你会在哪里 老师怎么可能跌4000点 这两年前就发生过 怎么会没有 这不就在这里吗 青春开盘第一天 然后就崩盘了 这一段跌快4000点 谁跟你说不会 你怎么知道不会 懂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有准备 战场状况顺序完毕 我们心里是了然于胸 现在状况很不利 你不要跟他打硬仗 你的兵可能有受伤的 可能有残废 你的弹料还没补及上来 你的粮食还没有补及 还在路上 那你现在跟他打硬仗 士兵都没吃饱话 你怎么跟他打硬仗 你的子弹都不够 你的弹料都不够 你怎么跟他打硬仗 所以你要知道非常小心 对战场状况辽然于胸 我多少兵力 我多少粮食 我多少子弹 我多少弹料 有军在哪里 万一我打不赢的时候 有金哪里能够增援 你必须考量很清楚 敌军怎么样 状况怎么样 士气怎么样 你都要分析得很清楚 你不能说没有关系 你崩下来我跟你讲 那这个就是啊 109年而已 两年前而已 崩下来 4000点 所以我们说当大盘跌4000点 投资朋友 你会在哪里 当大盘跌4000点 你会在哪里 很多人早就粉身碎骨 不是吗 当然这段我是 过年前 过年前 109年那一段 的新春 过年前 封关那天 股票全部卖掉 全部反手放空 空的满满的 新春一开盘 崩盘 下来 全市场最大赢家 就是本人 就是我 所以你不要做仇别人 做仇别人会伤得很重 好 那我们现在盘跌就像什么 像竹子过河 你会下象棋 你就知道 这叫竹 最小的 当竹子过了这个河 叫楚河 当过河之后 他只能往前或是平走 他不能往后退 不能前面有敌人 往后退 不行 竹子过河是不能退的 所以目前大盘就只能进 不能退 就像这个竹子过河一样 懂意思吗 他只能往前走 或是平行 他不能往后退 你不能说我打不赢 你让我往后退不行 我红兵打不赢 你要往后退不行 会下降 你都知道 你是只能往前走 只能平走 往前走 没有后退的路 大盘也是一样 一旦后退 加速 转空 空头一旦来临 你看这个长当两年了 空头一旦来临 那个沙盘力量会很大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个格局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格局就是竹子过河 高手盘 很多傻傻人根本搞不清楚 他也不会做的 也做不赢的 所以我们说2022年 你想要在股市赢钱 没那么简单了 因为今年的难度 比去年难太多了 那如果你2021都赚不到钱 你想要今年赚钱 我就觉得不可能 难度很高 老子道德经第18章 大盗费有能力 智慧粗有大尾 六亲不合有孝词 国家混乱有忠诚 后期行情好的时候 你不许有哪一个 每个都很厉害 反正每个都 这个赚那个也赚 每个都赚 对不对 当行情一定回挡 完蛋了 一回挡每个倒乱七八糟 真正的高手才会浮出来 就像这个一样 什么时候看到忠诚 当然是国家大乱的时候 才会有忠诚 那国家平常的时候 你看不出哪一个是忠诚 奸臣也说他是忠诚 你又没有看到伟大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忠于国家 你看不出来的 你没有看到盘崩下来 你不晓得哪一个真正高手 当真正盘崩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是没有防御能力的 他还不晓得怎么操作的 更不要讲他一辈子没有放过空 每天台面上都是多 每天都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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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着王永庆 那时候很多人就会伤得很重 所以操作上 这时候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只能这样讲 好我们看台积电 今天开高走低 最高64 收盘打下来 跌到平盘下 我们看一下 第一线多方 二三线跌破了 这也明显是一个多头陷入整理 而且多头不强 好不好 好 台积电子公司创意 创意理论上 它的筹码是非常非常安定的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只有创意的筹码是33.4% 三层的筹码在台积电手上 台积电钱太多 他从来不卖股票 创意他从来没有处分过 三十几%的筹码 33.8的筹码 你看这筹码都安定 理论上 不大可能会大跌 对不起 最近还是很惨 为什么 因为很多卖出信要出现 这格局不对 看到吗 三线跌破转空 股价给你照跌不误 高点 然后这里 这个600块以上 现在跌要400多块了 跌要三分之一了 看到了吗 所以很可怕 一旦转空 跟你客气什么 股价一个多就给你刹三层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 台积电另外一个子公司 事业先进 你看从这里卖越虚价出现 到这里股价破底 跌到半年低点 哪一段是对的 通通是不对的 所以你这一段 你是不能乱买 懂意思吗 今天股价在半年低点 转空很久了 联电来 你看从这里卖越虚价出现 这里是10月 10月11 12 12 经过了12 3 4 5 五个月过去了 今天股价破底 来到半年的低点 你什么时候觉得联电是对的 张一鸣这五个月来 什么时候跟你讲联电是对的 你看我解盘只要讲到联电 这五个月我今天跟你说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这格局不对 我就跟你说不对 所以你怎么去买 你为什么去买 你买今天股价在 六七个月的低点 那表示你六七个月 你看了所有消息买都没有用 全部赔钱 张一鸣会不会跟你讲联电好 不会啊 因为我看到转空我就跟你讲不好 你都卖出去要出现嘛 所以我跟你讲这格局不对 那当然我是讲对的嘛 来鸿海订单塞报 当你看到鸿海订单塞报 股价是不是应该在高点 对啊 订单塞报股价应该在高点 错了 订单塞报股价崩盘 好不好 目前股价在这里 天哪 除了这里崩盘这一段 那几乎就是一年的低点 如果这一小段不算 那不是在一年的低点吗 所以想想看你这段时间 你去买鸿海你会赚到钱吗 已经从一月到现在 你看已经一年了 你买鸿海会赚到钱吗 你这一年多来 你看到多少鸿海利多 那为什么股价涨不动 好好研究一下 一定有道理嘛 对不对 原来是卖讯很多 空头格局压力非常沉重 所以你去买鸿海 你就会受伤 懂意思吗 张一鸣这段时间 不会跟你讲说鸿海有多好 不可能 因为那格局不对了 好不好 来 鸿海的另外一家红准 对不对 这股价已经转空三四个月了 今天也是股价跌坡半年低点 这已经卖出去 然后出现一大堆怎么样 压力空头格局 你不应该去碰 你早就该出场了 不是到今天再来痛苦 这样听懂意思吗 这股票早就该出了 不是到今天再来痛苦了 好不好 来 真顶对不对 来 导播 赵图卡 导播赵图卡 真顶对不对 当然不对 卖出去讯号这么多 这怎么会对 所以你看这段画面里面 有多少卖出去讯号 压力非常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我不会碰 那你可能买了就会受伤 今天一样股价在相对的低点区 好不好 要记得 看日线要看 周线要看 我们看周线看得更明显 来 真顶 天哪 这一年来都在空头格局 因为区域线都在空方 这里有翻多 下面没翻多也没用 还是出现卖出去讯号 看到吗 所以这一年来你去买真顶 你绝对赚不到钱 后许你没有赔很多 可是你套得很痛苦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你的股票不是要套的 好 台康生 郭台铭个人入股 50亿 买的价位大概91块 那我们看台康生的走势 来 真是可怜 跌快无成了 对不对 跌快到郭台铭入股的价位了 所以你看消息发布 去追到现在 头这边一张 将近50%就赔掉了 台康生到底有什么状况 如果很好 没有很好 郭台铭怎么会投资50亿 那如果很好 为什么跌五成 所以这很矛盾 所以你要看什么 你看到郭台铭投资 你先追 你就完蛋了 懂吗 股神系统还是比较可靠一点 早就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 不要玩了 对不对 压力一大堆 空头格局 好不好 好 成德 EPS 8块3 吓死人了 EPS这么高 股价呢 股价 股价惨不忍睹 8块3股价50块 看到了吗 为什么涨不动 1234567 一大堆压力 空头格局 它当然涨不动 就算跟你讲 本利比8块 这个EPS 8块3 也没有用 股价涨不动 我们看周线 还有够年 你看这里 到这里 超过一年 为什么涨不动 头这边你要一年后 再来后悔吗 那这段格局里面 到底有什么问题 一样看一下周线 就有答案了 这我以前做过了 但是我好几年 都没有在做它了 为什么 因为周线有问题 看一下 看到吗 123456 一大堆压力在这里 上面打着它 对不对 压力挡在这里 那怎么涨 曲线换动也没用 下面跌破 压力还是出现 所以这一段 根本就不要买 张爱民你怎么 两年都没有买成德 怎么买 买新就套 所以我不会买这种股票 有 我之前有买 可是我很久都没有在碰 107年有买过 很久都没有在碰它 原因就是它格局不对 新兴PCB的 最强的三档股票 对不对 当然不对 卖位训练出现 第一线快要跌破了 好 南电 三线转空了 高档出现 四个卖位训练 我早就跟你提前过了 景色 早就转空 转空快半年了 所以你去买这种股票 很简单 你就套在四个月的地点 看懂吗 所以很多股票 该跑要跑 不要跟他客气 不要跟他谈恋爱 好不好 利基电 对不对 股价从挂牌 到今天 股价破底 破底 看到吗 你买进去两个月 两个月前挂牌 到现在 没有解套机会 出现什么问题 看到吗 这空头格局 你不能买 你买进去没有用 赞明有没有跟你讲过 利基电还在空头格局 所以你暂时不能去碰它 有没有 好 艾普 这段还是不对 两个多月了 所以你买进去 一样套牢 股票在四个月地点 赞明你不是有买过艾普吗 有啊 我猜2000年到2001年 这一个月 有没有 12月28到12月28 去年的12月28 有没有 你看这样 一个月赚468 放口袋 到现在 我没有再买过 不买了 为什么 格局不对 好不好 利旺 这都利基电 黄冲仁集团 这格局也是不对 所以你买它就是套牢而已 懂意思吗 所以该买受买 不该买 不要乱买 买进去 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好不好 小薯A 2500 6999 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发上来 记得把电话留下来 这样有没有 尽数回答你 把身交给 明乐 好 那更多操作策略建议 然后回来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奖连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2020年到底要买什么题材 如果你从报纸来看 那当然是非电动车莫属 我们看一个新闻 好 这个 非能跟这个宾室 要携手打造 这个所谓的固态电池 因为所有的电动车 一定需要电池 那选择可能是固态电池 可能是这个 比如那个氢电池等等 那宾室现在是用固态电池 他找一家公司来跟他合作 因为他这样合作完 他电池的成本才会降低 如果你电池都一直要跟宁德时代买 那他成本多贵 吓死人 好不好 好 这个氢燃料电池 他在搞氢燃料电池 这本来BMW就是做氢燃料电池的 所以氢燃料电池也是一种 节能电池 因为他只要加水 水就可以分解氢跟氧 那氧就蒸发掉 氢流下来当能源 所谓氢燃料电池 这是更环保的电池 但技术比较高一点 好 首款的这个L3自驾车 现在日本的本田发表了 L3就是可以自动驾驶的 以后你会在车上喝咖啡 看看书就到了 这个未来世界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说怎么样 到了2025年 全市场会有超过30% 所有的电动车的占有力会30% 就三台有一台就电动车 所以我们说电动车的时代来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是不是来买一些电动车股票 他就算他钱 如果你这样想 不一定 为什么 看谱 怎么都不会涨 美其码有涨吗 没有 有涨吗 新普 做电池的也没涨 对不对 加百亿也没涨 半年都没有涨 对不对 鸿海 电动车龙头 完全没涨 今天股价还破底 好不好 核大 股价跌三几 所以不是每一档电动车 都可以买 你也不要搞错了 你搞错是赚不到钱 刘邦找三个人 萧何 张良 韩信 得天下 唐征找了孙悟空 这个猪八戒 对不对 沙悟静 得了真情 你找了三个朋友 输了一万块 为什么 你找他们打麻将 你当然就输了一万块 所以你不能找错人 找错人 你在股市 是赚不到钱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 大盘很危险 我已经讲过 不管 这个大盘 模拟分析 电子类骨模拟 都很危险 好不好 所以你要记得 好不好 送你三个一千万 千万要小心 千万要停损 千万不要贪贫 这张良 给你提醒 最重要的事情 好不好 小小鼠A 25006999 时间的关系 讲不完 记得加入 加入完之后 发个电话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让我们尽数回答 人生下个名的 请观众朋友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 资格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只能参考投资人 要独一判断 省深评估 自负投资风险 就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